诸位同学,请看第六觉知 第六觉知 贫苦多愿,恒皆我愿 菩萨不诗,本念缘情 不念旧我,不增我人 贫苦 不仅仅包括一切的物质 同时也包括到精神这方面 如果真正有智慧 虽然贫苦,他会很快乐 他不会跟众生借卧远 我们在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 孔劳夫子的学生言回 物质生活就非常贫乏 那么在一般人都会觉得非常忧虑 但是我们从孔子口中明了 言回不但不以为苦 而且以为弱 所以夫子赞叹他了 他那个生活是人 不堪其忧 说回也不该其弱 可见得他的生活是非常快乐的 这贫而落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地方的贫苦 重点一定还是要在道德方面 在道德 在智慧 人缺乏道德 缺乏智慧 那是真正的贫苦 因为没有智慧 那就愚痴 愚痴总是生烦恼 也就是贪嗔痴慢 会特别严重 当然就会给一般人一切的无恶 恒结我缘 这个是免不了的 菩萨不诗 本念冤亲 不念旧恶 不增我人 这几句话实在说呢 即使不学佛的人 修仁天佛报 也应当要遵守 不诗 特别对于贫苦之人 只有菩萨有智慧 菩萨 晓得离世因果 那要帮助众生 第一呢 就是要务师 务师是无条件的 增与 无条件的供养 众生 缺乏意识 在必要的时候 是要帮助他 不诗供养里面 最重要的 是法不诗 因为一切众生 决定不能 依靠别人的不诗供养 过一辈子 那这个人 有罪 这么罪呢 前面讲了 懈怠懒惰 依靠别人供养 自己不能够独立生存 他就有罪过 直接受供养 而不懂得回馈 那哪有这种道理 因此 当众生 在贫穷苦难的时候 这个不诗供养 做救济的人 一定要帮助他 开智慧 一定要帮助他 获得能力 那么由此刻之 不诗供养里头 最重要的是教育 不但要叫他有智慧 还要叫他有技能 我们今天所讲的 技术能力的教学 能力道德的教学 这种慈悲 救济 才算是真正圆满 不诗要平等 所以要等念 渊亲 等时平等 这个念就是对待 以平等心 对待 渊时 渊家对头 轻视你的家亲 为什么 如果 如果 你有 霹雳 我只对待 我的亲属 我不肯 不失 我这个 冤家 带主 那么换一句话 你的生活 就不能够得到 安全 平静 为什么呢 这些冤亲带主 一定要找你麻烦 中国古老的谚语 常说 一家 保暖 千家 愿 你是 大家 怨恨的 对象 怨恨的 目标 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社会 要怎样才能安定 世界 要如何才能 和平 那就是 冤亲 平等 无论 哪一个人 那么在今天 大的社会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 是哪一个族群 各个不同的文化 菩萨 平等对待 平等 不失 那一个人 这个社会 就会安定 世界 就会和平 人民幸福 我也幸福 社会 幸望呢 我们家庭 也会幸望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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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不能够有贫心 决定 决定不能有贫爱 我后这两句 我后的两句 我后的两句 尤其是化解 不可以 不可以老是记着他 从前这个 悟心 悟念 悟心 不可以 应当 要原谅他 要宽恕他 这是大人之心 不增 不增 卧人 卧人 为什么会做窝 前面说了 他贫苦多月呢 那这个人很富有啊 富有是财富富有啊 他智慧很贫苦啊 他没有智慧啊 他糊涂啊 所以从贪心 从智慧上来说呢 他很可怜啊 他真的贫苦啊 所以 他容易 犯罪 容易做错事情 他这个 这个这个 烦恼稀气 非常重 受不得 丝毫刺激 只要有一点点 外缘刺激 他的烦恼稀气 他就会现现 他就会发作 佛菩萨看这种人 就是经上常讲的 库连明哲啊 他做的这个 悦刑 佛菩萨 不念旧 不曾过人 他要不要受苦报呢 当然要受苦报 因果 是自然的地狱 不但是 凡夫 造悦因 要受悦的果报 就是 祝福菩萨 在 没有修成 道业之前 所做的这些 罪业 他还是要受报啊 释迦牟尼佛 诸位在经典上看到 有麻麻之报 释迦族 这是释迦牟尼佛 他这些族 过去身中造的物业 受流利王 灭族 这个果报 佛不能救啊 因言果报 这个事情 只有自己承担 自己去承受 佛菩萨 大慈大悲 对你一点 都帮不上忙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懂 你真正懂这个道理 你才会不念旧我 不曾我人 你的心平等了 平等 也才能消除 消除还要不要受国报呢 还要受 众罪轻报 报的时候 会轻一些 你自己很清楚 很明了 这就是古德讲的 不媚因果 不是没有因果了 不媚因果 清清楚楚 明明白 因此 我们自己 想着 不愿意受的 那个果报 千万不能造阴 你要造了阴 需求将来 避免那个果报 那是愚痴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 佛门里都唱一下 众生 为果 菩萨 为因 道理 就在此地 脱离 脱离 贫困 化解 冤结 最重要的 还是教育 尤其是 地球生病 这个话讲的 没错 地球生病 就是地球上 制度的这些众生 学会生病 产生问题 所以 古时候 没有这些问题 现在 有这些问题 我们细心去想想 去回顾过去 这仍然往将来 多少 能有一些 起始 古时候 在东方 有圣贤的教育 在印度 有佛法的教育 在西方 有宗教的教育 所以社会 赖以安定和平 人民 能够过 更长的生活 到最近 这一两个世纪 由于科学 技术的发达 人 以为自己 很聪明 自己 很能干 不需要 不需要佛菩萨 不需要 圣人 也不需要 宗教 完全 凭着自己的 好物 靠着自己 以过去 过去身中 修集的一些佛报 随身 自己烦恼 吸气 佛菩萨 走了 圣贤人 离开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 没有 圣学 这是 今天 社会的病态 所有一切的灾难 天灾 人祸 根本的原因 那么由此 我们会 联想到 如果一个人 存心 学习 圣贤的教育 推广 圣贤的教育 你说他的功德 有多大 一切祝福 彼然互念 龙天善善 感激 如果还随身 自己烦恼吸气 稍稍不如意 我要把你摧毁 我要把你灭掉 你毁灭 圣贤教会 就是毁灭了 一切动身的 法神毁灭 你可以尽情去做 古报 你没有想到啊 二次大战 希特勒 圣迹一时 那个时候还得了吗 哪里想到 四年 他就灭亡了 如果他知道 他四年之后 他要死 过破家亡 我相信 他不会 造那些卧业 历史 是一面镜子 看过去 你就能想到将来 我们自己 对人生不容易 经论里面常讲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对人生 我们佛法 最口贵的 最殊胜的 就是你得到解脱的机会 你得到超越 轮回 远程佛道的机会 你得到一个做 无量无边 功德利益的机会 这个机会 要不能够把握住 这个真的是 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机缘 你要不能把握住 你要还随身 自己的烦恼习气 不相信圣骄 依旧 胡作妄为 那你真正叫冤枉 真正叫大错特错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 眼前 这个六成境界 又何尝不是一面镜子 我曾经跟诸位说过很多遍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 以前还在工作 没出家之前 每一天都看看报纸 我看报纸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留心 什么新闻呢 什么报纸里一些那报道的 我每天留意的是复文 我看这 天天看复文 每一天哪些人过世了 有年大 年岁大的 有年轻的 我喜欢看这些东西 看这些东西 有个警惕 他们你看今天走这么多 明天又走那么多 看看将来轮到我自己了 用光大使 教导学人 把死字贴在恶头 天天看到这个死字 我就快要死了 我死了以后到哪里去 我在没有学佛之前 我就有这个警觉心 人知将死 七阴也善了 猴鼻还跟人过不去 猴鼻还要计较呢 猴鼻还要造业呢 那么这个是从这一方面来观察呢 我还有这一点善根 所以在这一生当中 无论是学佛之前 学佛之后 我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物业少了 我希望在这一生当中 真正会做到 这个物业 通通都没有了 我的目标 是心地纯净 言行纯善 我走这个路子 我知道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能够得到一天 得到两天 得到七天 心地纯善 纯净 这是无量功德 这个才是真实的 是带得走的 这个事出事间 一切法 没有一样 你能带得走 佛法里都说的 万般降不去 唯有业随胜 我们不能不留意 所以贫苦 这两个字 我们一定要落实在 道德 智慧 我们的道德 非常贫乏 我们的智慧 非常贫穷 所以 你才会随身烦恼吸气 跟一切众生 横结我缘 等念冤情 不灭就卧 不增卧人 这三句 是化解内在与外在冲突的不尔法门 也是一个真正修行 亲近平等觉 最高的指导原则 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他的 祈求 决定是 清净 平等觉 那要修 清净心 平等心 觉悟的心 就决定 就决定不能把 一切众生 不善的心形 放在自己心里 那就错误了 那自己的清净 平等觉 就变成 一切众生 不善 卧夜的 啰嗦桶了 你说这个人 哪里会有智慧的 这就愚痴到了极处 所以 聪明人 决定不会把 别人 不善 这个 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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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 放在自己心上 这是真正聪明人 所以 我们也 不看 悟的形象 而不听 我的音声 六根 不接触 我的境界 世出世间 圣人 都是这样 教导我们的 这三句是 总纲林 总原则 我们看到 这一切 不善的 行词 我们立刻就原理 听到 不善的 这个 因声 我们也 立刻 就把它 止住 不要把这些东西 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变成自己的 心形 不尽 不善 我要修 决正尽 那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成就 这些事情 就在我们生活的周边 时时刻刻 要知道防范 要提高 警觉 这叫觉知 叫觉悟 请看 底下一段经文 第七觉悟 无欲过患 虽为素人 不然是乐 我们就念这个一句 无欲 欲是欲望 无是标明的 五种 这就是平常 一般人讲的 才 四 明 十 税 中国人常讲 齐勤 五欲 这都不是自信的 本句 换一句话说 真心 自信里面 没有 七情无欲 七情无欲 是虚妄 的 七情 是喜 就是欢喜 怒 是愤怒 爱 是悲哀 乐 我们一般讲快乐 这些东西 都是感情的冲动 是烦恼 习气的 现实 往往 一般人 无法控制 这种情绪 必须要让他发足 但是发足 要有 节度 古时候 圣贤人 教化众生 知道众生 无量 借来 再生死 轮回 都有 严重的 七情 五欲 这些烦恼 喜气 只有 大圣 大喜 他们 有长时间的修养 把这个烦恼 喜气 断掉了 普通人 这些东西 没有断掉 那发足的时候 也应当 让他 发足 但是 告诉他 有个节度 不要过分 过分 是错 无量 过去 我们在新加坡 新加坡 有一位 许哲 举思 新加坡 同修 都知道 他 他告诉我们 平常一个人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发脾气 他告诉我们 发 三分钟的脾气 要三天 你这个心情 才能恢复到正常 你就想 这个对身体伤害 非常严重 人 人 不知道 爱惜自己 就是不知道 自奈 情绪上的 冲动 决定 对于你 身心 都产生 极端的 不利 人 往往不能够 享受他的天年 这个天年 你生下来 天然 你应当 到中国 古老 医学里面的 讲法 像皇帝 内经 灵书 这个年轻时候 我也喜欢看看 看到的时候 那个书里都讲了 人的正常寿命 年百岁 你为什么活不到 年百岁 你把你自己 这个身体 糟蹋掉了 你不知道 养生之道 不知道 爱惜你的身体 身体像一部机器一样 你要懂得 他的性能 你要很会 会照顾他 会爱 爱惜他 他正常寿命 是使用年百年 几十年就造他的 怎么造他的 就是情绪冲动 感情的冲动 这个地方讲 无欲过患 那个过患 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 我们这里是 受时间的限制 不能跟诸位细数 细数这个经 每一句 两个小时都讲不完 所以下面 佛就劝导我们 虽未苏人 不忍而失落 虽然这是世间俗人 可是你要记住 这个世间之落 不能够忍住 尤其是现代世间之落 我们看看现在的电影 电视 歌舞 戏剧 音乐 甚至于现在的绘画 类数 这是世间俗人 这是世间俗人 都不相干 不相干 所以社会怎么会不乱 众生 如何能不苦 读佛经 读神仙仙书 然后回过头来 观察现前的社会 这个里面 前因后果 不难明了啊 了解之后 自己才知道 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怎样工作 怎样做人 怎样帮助自己 怎样帮助社会 打动 请不吝点赞